目光凝固了片刻 魏英才缓缓看向蓝湛 一身黑色正装的蓝湛 手捧鲜花端正地站在灵牌前 恭敬地说道 两位妈妈 今天我带一个人来拜见你们 她说着蓝湛转头看向魏英 握住她的一只手 唇角微弯 毛里饱含深情 我们一起 两位妈妈 蓝湛竟然 魏英心猛地往下沉 一阵窒息感席卷而来 她本就不好的脸色陡然变得更加煞白 她说的把手中的鲜花往桌岸上一放 甩开蓝湛的手 转身撒腿跑了出去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蓝湛始料未及 她抱着鲜花就追了出去 喂 现现 怎么了 魏英跑得很快 她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拐进一条绿树成阴的小径 用尽全力奔地向前奔跑着 任凭蓝湛在后面怎么呼唤她 都不肯停下来 到了陵园门口 她拦了一辆出租车 迅速坐了上去 看着向她飞跑而来的蓝湛 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司机师傅看了看魏英 问道 这位同学 我们去哪里 魏英把双肩包抱在胸前 抹了一把眼泪 忍住哽咽的声音 立山 那是魏宁的埋骨之处 除了那里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里 看着扬长而去的出租车 蓝湛着急不已 连忙掏出手机给魏英打电话 可她听到的只有空洞的嘟嘟声 一声挨着一声 每一声都像在一点点勒紧她的呼吸 让她的惶恐 无助不断升级 最后 嘟嘟声变成了冰冷的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直到天黑 蓝湛也没能联系上魏英 她去过魏英的公司 因为是周日 里面空无一人 也去过魏英的学校宿舍 没人知道魏英去了哪里 她去过魏英乡下的家里 大门紧闭 叫门也无人回应 魏英妹妹已经被送到她外婆家去了 当晚魏英没去花艺学校上课 简父也没去 蓝湛知道简父的画廊在花间到杂志社对面 可是去那里也找不到她和魏英 蓝湛给魏英发了很多信息 都是沉大海 你在哪里 都是我不好 我没有把你当魏英 只是想让你在母亲节见见我的母亲 我承认我有私心 也想让你见见魏英的母亲 想试着帮你寻回记忆 我希望你恰好是魏英 但无论你是不是她 我都喜欢你 你在哪里 我想你 魏英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一般 从蓝湛的世界里彻底消失了 直到晚上11点 蓝湛人开着车到处去找魏英 迎着喜喜晚风 双眼茫然地站在简父的画廊门口时 蓝湛明白自己确实太激进了 为什么这么急于求成 这么执着不屑 明知道魏英不喜欢被当成小魏英 却一直想帮魏英找回记忆 魏英不是小魏英又如何 她喜欢的 从来都是眼前的魏英 手机忽然盯得一声响 当看到屏幕上的宝宝两个字 蓝湛如获至宝 颤着手画开手机 看着上面的文字 心情像坐过山车一般 低谷 高峰 又低谷 我没事 你不要担心 也不要找我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想冷静几天 之后再和你联系 不知道怎么面对我 蓝湛连忙拨了电话给魏英 回应她的依旧是空洞的嘟嘟声响 她只好改发信息 好 我尊重你 等你 照顾好自己 魏英没有回复她 连着三天 蓝湛都没能再接到魏英的信息或电话 她也强忍着思念 没有给魏英打电话 只是每天发信息问候关心 在上班 下班时间坐在魏英公司 所在大厦对面的咖啡馆 偷偷看看魏英 蓝湛看见 魏英一如既往的上下班 下班后都是简父来接她 两人好像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在广场碰头后就一直聊到上车 魏英脸上始终挂着灿若春花的笑意 温暖治愈 似乎可以融化世间的一切 唯独融化不了 积压在蓝湛心间的层层寒冰 这几天魏英都没有去上花艺课 简父本来就是陪她去的 她没去 简父自然也不会去 所以蓝湛在花艺学校见不到他们 不知道他们去哪里 在做什么 不知道魏英在想什么 什么时候才愿意面对她 蓝湛向断了线的风筝 失去方向 不知所措 她觉得自己快要生病了 五月的天 她竟感觉到了凛冽寒冬一般的冷 冷得她浑身都不舒服 从花艺学校出来 外面下着雨 蓝湛撑着散漫无目的地走在湿漉漉的街道上 夜幕下雨雾中 有一个男孩从奶茶店跑了出来 跑到等在赤白露灯下的女孩面前 微微喘息着问 忘了问你喜欢喝热饮还是冷饮了 你决定就好了 这个还要问我 女孩戏声娇嗔 语气中皆是受到尊重和体贴的欢喜 两人看上去像是刚刚在一起不久的情侣 那怎么行 关键要是你喜欢的 那热的吧 好 你等着我 望着男孩转身重新跑向奶茶店的身影 蓝湛想起了魏英出道 依蓝小柱是自己为她做辣菜的场景 喜欢一个人就该做对方心里喜欢的事 最初 蓝湛也是这么想 这么做的 可自从和魏英心意相通后 她对魏英做了很多她自己喜欢的事 不曾考虑魏英喜欢与否 比如给魏英银行卡 比如带魏英参观重建后的司令部 比如让魏英忽然直面小魏英母亲的灵牌 蓝湛拿起手机给魏英发了一条信息 那天是我错了 我保证以后不再做类似的事情 现现 我想你 魏英依旧没有回复她 隔天傍晚 蓝湛被蓝静一个电话叫到了她家里 蓝湛万万没想到 她竟会在那里见到好几天不理她 她心心念念的人 请按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